熟久寒天 这些村民还在山上采收一种小果子 这种不起眼的小果子 为何要等到冬季才开始采收 当年为了防风固沙 人们在荒山上栽树 现如今 他们为何变成了村民的钱袋子 又是怎么成为当地的一项特色产业 今天的生财有道 带您走进内蒙古 敖汉旗 想你时穿暖的美 凡凡是为你和我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敖汉旗 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了熟久寒冬 虽然天很蓝 阳光很刺眼 可是室外温度有零下14到15度 而且站在寒风里面 真的是感觉是冰冰凉 透心凉 虽然现在天气很冷 可是您看我身后的小山坡上 却是非常热闹 很多当地的老百姓都在山坡上忙活着 这一般情况下 当地老百姓都会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东 那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呢 咱们哪去看一看 上午九点 这个山坡上就已经有三十多个人在干活 他们都是住在山下的村民 手里拿着镰刀或者剪子 走在这种茂密的灌木丛中 把一些上面结满了小果子的树枝剪下来 这种小果子到底做什么用 为什么等到天气这么冷的时候才开始采收呢 正在我们带着疑问 想找一位村民问一问的时候 突然发现山下又来了一帮村民走了过来 很快这一面山坡上就更热闹了 做记者走南闯北多年 我自认为自己是见多识广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叫做杀吉 大哥 这是叫杀吉是吗 对 是叫杀吉 那你怎么称呼 我姓张 我也姓张 一家的一家的 大哥我挺奇怪的 就是一般这果实都是秋天成熟秋天收获 你们这热火朝天的大冬天里边 就集体上山来收杀吉 为什么冬天来 这个果一般这都是成熟是成熟 十月份成熟 但是打人家风不能打 必须得等到冬天打 它这个温度上不去的话你也打不了 那挺好的呀 就是秋天的家里农瓜干完了 冬天了 闲的时候上山来采杀吉是吗 对对对 基本家里农瓜就干完了 还没压师就上山采杀吉 冬天这么冷来摘 肯定是能卖钱的 对 那这价格怎么样大哥 今天还行 三块一斤 三块二一斤 那这价格跟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个 苹果的价格差不多呀 十块钱三斤嘛 那我可得好好尝尝 看这果实真漂亮啊 晶莹剔透的 非常饱满 而且这颜色呢 也是非常的鲜亮啊 这一揪呢 你看 你看 这个果汁就立马出来了 它这个感觉像是浆果类的 果肉你看黏黏的 都要粘手 而且果汁呢 是这种橘黄色的 凭我的直觉哈 这种水果的维生素C的含量 一定会非常高 酸酸的 特酸 但是现在呢 慢慢回味呢 是有那种甜的感觉 里面还有这种杀鸡籽 杀鸡籽也可以卖钱 籽也能卖钱 这东西看来是挺值钱的 那那边毛后的那位 是您爱人是吧 是 那两口子毛后一冬天 能收多少杀鸡啊 等七千多斤 七千多斤 那按照三块二一斤的 这个价格来算的话 这有两万多块钱的收入了 对啊 两万多 那这个猫东也是猫东 闲着也是闲着 闲着还挣着就试点了 挣着试点 对一个家庭来讲也挺不错 也就挺好 这位村民叫曹丰平 家里总共有七口人 以前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就是靠四十多亩耕地 因为都是山坡地 除去地膜 种子化肥等各项投入 纯收入只剩下三四万元 可是现在 自从入冬以来 他每天都会上山采收杀鸡果 卖杀鸡果 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 大姐您好 好 我这大冷天 我看您在山上干得挺起劲的呀 冷不冷 一楼干就不冷了 不冷了 显着没事 暴动也是暴动 显着没事 那个嘎点杀鸡果 好零没钱 这杀鸡今年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今年大概能卖两万两块钱吧 不到一个半小时 这一面山坡的杀鸡果 就采收得差不多了 村民们把剪下来的树枝背下山 放到自己家的旅车上 陆陆续续开始回家 这个地方属于敖汉旗金厂沟梁镇的四六地村 四周的山上到处都是野生的杀鸡 到了冬天 村里家家户户都要上山来采收杀鸡果 这小小的杀鸡果 在寒冬时节依然颜色鲜艳 个头饱满 给村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刘主任 现在咱们全村一共有多少户呢 咱们全村一共是609户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咱们每家每户在这个季节 都可以从杀鸡上有一部分收入呢 对对对 这个每家每户这个多的杀鸡收入 多的能达到两三万三四万 劳力多的 少的也是五六千七八千 说起来您可能很难相信 三四十年前这个地方其实没有杀鸡 甚至在整个敖汉旗也见不到一颗杀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敖汉旗属于典型的荒漠化干旱地区 生态环境恶化 水土流失严重 风沙灾害一年接着一年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敖汉人痛定思痛 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 治理荒山 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 六十二岁的王玉 在退休前担任敖汉旗林业局党委书记 在林业战线工作了四十年 见证了这些年来 敖汉旗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 如果是夏季来 这是郁郁葱葱 一片全是树啊 但是几十年以前 你上这块来 那是荒山屠岭啊 是风沙非常大 你在这块要是站说起话 把眼给你打红了 你那个嘴里头全是沙子 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张蓝图会到底 这是在敖汉旗干部群众当中 流传最广的一句话 三十多年来 敖汉旗的森林覆盖率 从当初的19% 已经增加到了如今的43.8% 在这个过程中 敖汉人在荒山上 栽种了大量松树 山杏树和阳树 其中还包括16万亩沙籍 保护水土水土不流失 当时就是那个目的 叫水土保持林和防风固沙林 后来发现 这个杀鸡呢 有很多的经济效益 如今的敖汉旗呢 被誉为中国人工造林第一线 被评为全国生态建设示范线 还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环境500家 可以说在这小小的杀鸡果身上 凝聚着敖汉人的一种精神 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果子 它究竟是如何发展成为当地的一项特色产业 一项富民产业的呢 这是一处乡村集市 主持人张露鑫 早早地来到这里 他想看看村民采收的杀鸡果 到底被什么人买走 究竟做什么用呢 可是在集市上转了一大圈 却根本没看到杀鸡果 当地的杀鸡果到底是如何交易的呢 问了好几个人啊 我终于是证明白这事了 原来当地的老百姓呢 把杀鸡果打下来 他们是卖到了我身后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老百姓管他叫做杀鸡收购点 走 咱们进去看看去 在敖汉旗杀鸡产量最高的一些乡村 每个村都会有一到两位经纪人 49岁的龚智利就是其中之一 村民们把杀鸡果卖到他这里 他进行初步筛选之后 再卖给企业做身家工 自己从中赚一点差价 冯南哥 您这做杀鸡果经纪人做了多少年了 我从99年开始做的 99年 那马上20年了 对 18年了吧 18、9年 那平均这一年能收多少杀鸡果 也就是300左右多吧